前總統克林頓昨天到訪洛杉磯韓國城 慶祝亞太裔傳統語 並為希拉里造勢 他強調希拉里了解美國正面對的問題 他才是最有能力的候選人 克林頓抵達韓國城進行演講 由洛杉磯市首名韓瑞士議員David Rue 和加州財務長江俊輝介紹出場 克林頓提到要幫助中產階級 支持加州提高最低工資 為學生提供免費兩年的社區學院教育 並將學費重貸等等 克林頓提到希拉里在過去 和多國領袖關係良好 當中包括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簽署條約削減雙邊戰略武器 而在國內也和共和黨相處融合 他又暗批特朗普缺乏外交政策 沒有資格做總統 當我們到達到一個獨立的世界 當我們認為所有的事是我們的差異 而我們的危機遭遇到我們的希望 我們都在麻煩 你不能夠選擇總統 不理解這個 不理解和信任外國領袖 不理解我們第一天的事 克林頓說希拉里是美國 繼續進步的最佳選擇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加州初選中在6月初舉行 預料希拉里未來一個月 終於多次訪問加州 《天安維視》記者李浩晴 從今報道